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事的变形电钢分享时间 最终1817集 这里大家分享传世系列Leader Class的Samsung沙豹 它是一个三变的博派战士 那么这个沙滩车还有一个是直升机的形态 我们的沙豹这一款的造型 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觉得说它很讨喜了 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人物的印象也不深刻 再来就是关键的一点 在2014年的时候官方的IDW世代 推出了一款Voyage Class的Samsung 这款玩具可以说是相当相当优秀的三变模具 即便放到现在它也是很出色的玩具 它跟几乎是小改模的弹簧相比 它的三个形态呢兼顾的更加的漂亮 而我手上这一款花点时间讲一下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是美版的配色 日版的配色呢比不上美版 单就这款沙豹来说 有点是个大枪 日版的整个大枪呢 我记得整个都是这种橘色的啊 反而不如这一款来的好看 而你可以看到这个身高 以前的V级 然后这是现在的L级 然后重量拿在手上的话呢 我必须说这一款 有着巨大车轮的这一款沙豹呢 可以说是更加的沉重 那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今天这个玩具了 首先的话呢 它的武器 一把小型的灰色的枪 这个小灰枪呢 你也可以把它拿下来 然后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 闭炮啊 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则是一把大枪 大枪之外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还有附带了一个 那个吊龙 这个的话呢 你当然可以把它提在手上 你这样子这样拎着 OK这样这个具体来说 这个主要是呢 它主要是会用到这个啦 这个像是柵栏的这个东西 在车形态下它会用到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玩具的一个后面 实在是让人觉得有点点奇怪 它其实并非是 并非是空洞啦 但是它就是多了这个板 它这个板的话只能折到这里 它没有办法再翻下去一个角度 因此会看上去好像后面是一个大偷的 其实它并不是偷胶 这个很冤架嘛 对不对 不然它其实整条腿这样过来 它这造型是没有问题的 轮胎的话呢 这个侧边 没有特别的一个收纳 就是直接卡在这里有一个突跟到的结合 后面这个背包 这个造型 我还是觉得也是有点点 有点小离谱 这个螺旋桨就直接全部跌在这里 主要是后面这个空啊 OK就是看上去 就是你 你只看这个后面 你会真的就说 这个机器人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然后 看到它的头部啊 这个头的话呢 有点像是工程金刚里头的一些人物 就有个帽子 眼珠子的话也是水蓝色 面罩的脸孔 身上的话呢 没有使用球形关节 而且关节的紧实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恶斗机也可以转动 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 但是后面造型 有一个强烈的限制 脚前踢 膝盖弯90度 后踢的话呢 会造型的限制啊 能够踢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 脚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接地的一个幅度 那脚底板也很大 以站立性来说呢 这款玩具其实是做的比较好的 不过的话呢 我感觉吧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这里扣进去啊 有时候不小心去把玩的时候呢 会把它给扣开来 它这里的卡扣呢 我感觉是做的比较浅一点 那甚至于说呢 我自己觉得吧 以它的直升机 沙滩 越野车 跟机器人三个造型来比的话 我自己觉得机器人形态 可能是它最弱的一款吧 那虽然我对它机器人的造型呢 没有说很喜欢 不过它的变形还是比较有趣的啊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先把它变成一台沙滩越野车 沙滩越野车的情况下呢 背包唯一要动的地方只有上面这一块 其他的话呢 都不需要动了啊 再来的话 我们先把手臂呢 这个地方翻出来 全都给收进去 这一侧放进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里往外翻出来 这里往内折进来 到这边 手臂胳膊先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胸口这一块呢 往外面拉出来 这边 拉出来之后呢 把头给往下放这里 这里整片的把它给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的话呢 只挑头部这个地方 往后面推 然后呢 整个翻进去 这里的话呢 会有两个灰色的凸 对这里两个橘色的 两个灰色的洞 对两个橘色的凸扣上去 好的 那么背包的处理 暂时就到这里 腿部的变形也是很简单了 你就是把这一片部件 脚底板反折 折上来 然后推成一个平的方向 然后呢 两腿做个简单的小合并 简单的小合并 然后的话呢 往后面推 这里 它是一个滑槽的方式 推进来 推到底就黑了 推到底之后的话呢 我们刚刚胸口翻下的这个地方呢 这里有两个橘色的这个凸 要扣进这里 有两个黑色的洞 就把它给咬合咬进去 这边的话呢 就尽可能的呢 把它贴到密合 好 贴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个轮胎的话呢 跟机器人的状态下呢 是一样不用动的 那我顺便提一下 这里地方有一个凸 黑色的凸 两侧都有黑色的凸 记得 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 这个黑色的凸 都是要朝车子上方的 轮胎才能够是一个平整的啊 因为有时候变形把握的时候呢 可能它变过来的时候呢 没有变到刚刚好 那我们把侧边这个地方给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把手臂给翻下去 然后橘色的凸 它会对应里头 有黑色的这个洞在里头 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 随便 好 另外这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 翻下去 然后呢 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把它给扣上 好 那么呢 这个往下面压一下 把它给逆合度 更好一点 好 那到这边的话呢 它的变形的话呢 基本上完成了90% 它的配件 记得可以把它给扣上去 首先的话呢 这个灰色的板子 把它扣到下方去 就是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凸 以及呢 它的两侧 有两个凹槽 就是要扣这两个凸 我们把它给放进去 这个板子的话呢 收在这里的话呢 对于造型的话呢 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然后它把腿整个给锁定住 这里也扣得更稳 好 所以它是一个是加分的一个配件 应该是先把这个给放上去 它是一个 这样 扣上去 好 再把这个给放上去 然后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变成说 它往后面的一个脱掉钩 看各位的 然后它的武器呢 大枪的话呢 大枪的话 应该就是把它扣在正上方 我觉得这个造型来说 能够说得过去 那小枪的话呢 可以扣在这个地方 这个算是很好的一个隐藏了 就直接在车子的一个底部 而且呢 完全不影响它的推车 各位应该能够感受得到 官方的玩具的话呢 推车方面还是表现可以的 而这个一个可以三变的玩具呢 理论上呢 它在公差上的要求会比较松 因为你可以三变嘛 而在比较松弛的情况下 它的滚动性难够这么好 所以是难能可贵的 这轮胎的一个大小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部 虽然有一些突出的点 但它真的就不影响它的可动 那么这个沙滩车的造型怎么样呢 我自己觉得 我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甚至我可能比起机器人的状态就像呢 我还更喜欢这个一个沙滩的车辆 然后来看一下啊 挡风玻璃的话呢 并不是透明部件 主要的特征还是在它的轮胎很大啦 然后车子的话呢 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形状有点歪 但其实放在桌上的话呢 它就是滚动性就是非常的平整 非常的好 那车尾巴啊 就有一个直升机的这个螺旋桨在后面 那么在变形的过程当中呢 从人到沙滩的这个越野车啊 基本上它的背包几乎是没有动啊 就是脚步的一个缩短 还有手臂的翻折下来 就可以完成一个变形了啊 算是非常非常流畅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来接着示范它从沙滩越野车 到直升机的变形过程 这些配件我们先取下来 组合成它原本的牢笼了啊 那它在变形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锁扣给打开 往上面翻上来到这里就可以了 尽量呢能够不动到的地方 我就不要去动到它了啊 这个地方这里应该是要折进去啊 没过没折也应该可以 再来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给挑起来 整个部件挑起来 然后呢把这个头这个位置呢 给往上折90度 再来把它往回折下去 这里是先下去 这样子下去 OK到这个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回到正常人类的一个状态啊 到这边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这边的话做什么呢 把这个锁扣从这里解开 这个地方锁扣解开 两侧都有把它给解开 解开之后呢 往中间包过来 包过来之前的话呢 先把这一片部件给往这里 转一个90度 不在这里先 这里先翻出去 再转好了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先下来 然后呢这个地方转一个90度 好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哦 要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的这个部分包覆过来 包覆过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这里有一个凹槽 就是要去扣 侧边这个地方 这个凸 它要刚好能够卡进去 到这边 那就是要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 把它给卡进去 然后呢原本的这个地方有个凸跟凹在这里 就把它给包覆下来 好 这边也是一样的 推过来 你看这样子会刚好 然后呢中间这里 做一个简单的组合 这个飞机的头部呢就算完成了 那飞机的头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先把腿完成好了 我们把腿完成方便我们做一个变形 这个地方 直接的把它往这个地方转过来 这片打直 然后呢把它给往上面翻上去 到这边 另外一侧呢一样翻过来 然后呢转一个特殊的角度 把它给藏到直升机的下方去 那这里的话呢要转一个角度 转一个特定的角度 这边的话呢应该是要转这样子下来 好 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法 各位你只需要记得就是把它转到可以 好比较平整的收纳到直升机的底部 这样就好了 到这边 以及 接下来我们应该 OK前面都差不多好了 这里可以先扣过来到这里 先把它给扣上去 扣过来 这里 组合上去 到这里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就把这一片部件 挑起来 然后呢先往后面翻一下 这个部件整个的过来 那过来的时候这样子稍微推一下过来 到这边 躲过它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先把这地方再推出来 把这边部件给推过来这边 整个压下去刚好 后面的话呢会刚好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可以扣下去 OK 那最后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上面的两个盖板 给往下 盖下去 最后的这个尾翼 扣上来 这里 扣下去 好 还有哪里 就是这个螺旋桨 这个Blackout 对不对 这个转这个还是需要练习一下 OK 那武器的话呢 就是安插在侧边吧 应该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安插的位置了 因为之前的这个Same Stone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扣在其他地方 但是呢我们下方呢 就是暂时不扣 为什么呢 下方为什么不扣 因为呢 它的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可以扣在这里 然后一个脱掉的一个 一个一个形态啊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款Same Stone 从沙滩越野车 到直升机的兵器过程了 我们来看到这一款Same Stone的一个直升机的形态 滚动性还是相当的好啊 好那为了方便展示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部分给打开好了 放到一旁去 它呢 放在桌上是非常之平稳的 而它的直升机形态吧 可能是三形态当中我自己 可能我自己最喜欢的啦 虽然没有说到很完美 但是呢 这种直升机的变形金刚的话 其实我们量也不是很多 这个枪呢 枪就枪就先拿到一旁去吧 这太碍眼了啊 主要是这种载具呢 我们并没有说很多啦 然后体型来讲也挺大的 有点沉重 那么变形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可以大概理解 腿部有一个伸长缩短 那只有人形是伸长的 在两个载具都是缩短的 然后这个轮胎 只有直升机的时候呢 是翻到这边 人形跟车型是往上翻 大概是这样吧 那背包的变化比较多 我们就不提 那它有趣的是呢 它的前方的两个巨大的车轮 在直升机状态下呢 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成 它是直升机的一个轮胎的感觉 是吧 后面有两个小轮胎 这两个小轮胎是真的可以滚动的啊 但是前面的话呢 就已经卡得非常的死 我们就姑且当中 它没有一个可 没有一个推动性好了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传世系列的 三变的玩具 我自己是最喜欢直升机的状态 那车型也不赖 推车非常的舒服 那人形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样的华丽了啊 但整体来说 它的变形设计 还是非常有官方水准的 但是这个角色你喜不喜欢 这个端看你个人 因为它是一个Leader级的玩具 可能费用 即便它有打折或怎么样 呃 绝对价格也不至于会太低 大家就评估一下 你是不是想录了啊 那本身 我手上这一款Q系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 过松过紧之类的都没有 玩起来的手感 是比较舒服的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